根據一份最新公佈的科學報告 一種名為斑點越魚的魚類 因為心臟及身體的溫度 都保持在溫暖的情況 所以被認為是科學家所發現的 第一種能夠保持體溫的熱血魚 一般而言 水中生物都被認為是冷血動物 因為牠們生活在溫度較低的海洋中 身體為了適應所處環境 通常體溫較低 但這種斑點越魚 可以藉由胸部肌肉產生熱量 它的體內脂肪以及魚腮血管 也有特殊構造 讓它減少熱量流失 科學家認為斑點越魚因為體溫高 因此能在海中 甚至是冰冷的深海中 更活躍地捕食 斑點越魚分布於全世界的海域當中